坐在我身边这位就是我们2003年的校友 王启泰先生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以前在理工大学读狐狸系的时候的情况 其实我本身都对健康狐狸和人的工作很有兴趣 也都很开心有机会去读理工大学狐狸学系 记得我那时候小班教学的 里面大概五十几位同学 大家的关系很密切的 能够互相去支持 完成了四年的大学课程 还有大学的生活里边我觉得是多姿多彩的 我可以去到不同的医院去实习 去体会当地的文化和护理同行的发展 同时因为我都很喜欢临床的护理工作 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 在一间公立医院的骨科病房担任护士 特别体会到病人在受伤和患病的时候 其实他是会很担心 还有有时会无助 能够在病人接受治疗和康复的过程里边 我能够给予適切的护理和支持 最终看到他们能够康复出院 这个是很有满足感的 我知道你在2005年的时候就投考成交主任 为什么你会离开临床护理的工作去投考成交主任呢? 2005年政府就开始重新招聘 成交主任的纲位 我就想这个是什么难得的机会呢? 在另一个新的领域去发挥护理的专业呢? 于是就尝试去投考 其实当时决定要离开临床的护士工作 其实都考虑了一段时间的 但是看到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就选择了接受这份挑战 其实呈教的护理工作 和一般的护士工作分别并不是那么大的 但是是需要多一份使命感 呈教的护理工作是公共医疗系统的其中一部分 我们除了提供临床的医疗护理服务之外 也都会提供健康教育 护理的监察和评估等等 在过案的时间里边 我都有机会参与其他不同类型的工作 举例也有机会去协助制定一些 感染控制的相关工作之因 也都有机会参与很多不同的国内外的一些研讨会 与医护士和呈教的同行去交流工作的心得 我主要的职责就是复杂协调部门的健康护理工作 会与卫生署派驻呈教院所的医生团队去协作 为在层时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对外方面我与不同的持份者 包括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 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和沟通 去协调相关的医疗护理服务 至于对外方面 就协调不同的拯救院所医院的运作 以及他们提供的健康护理服务 当中也都包括护理人员 大家要知道其实监狱里面是一个高度密集生活的环境 当一有传染病出现的时间 其实它是很容易会出现爆发的情况 其实我们的医护团队一直都很留意疫情的发展 全力去投入这个抗疫工作 包括与卫生署和医院管理局保持紧密的联系 去制定我们防疫的策略 如果有一些就来毕业的同学 对程教工作有兴趣 不知道王sir你有没有什么提示可以给他们 如果同学对程教工作有抱负 也都喜欢接受挑战 欢迎他们投考程教主任 当然除了要多些关心事事之外 也都要留意程教主的工作 还有有关投考不示和体能的要求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勉励的话 可以说给我们师弟师妹听的呢 其实护士的工作 工作就并不容易 但是就很有意义 希望同学们能够不忘初心 带着那份热诚 无论你在哪个纲位做护士 都能够发挥护士的专业精神 服务社会大众 以及你身边的人